骗子 你八蛋 一个大骗子 你神经病啊 上来就打人啊 我打的就是你 你这个大骗子 我怎么骗你的 你怎么骗我 让你好看怎么骗我 香港买的八万八 台湾买的六万八 你听我说 法国在的 行了行了 让他们放开你 行了 王八蛋 住手 放开 楚天兄 这些包是你买的吗 嗯 花了多少钱 一 有 八百的 有一千的 那种地摊货冒充正体 你没钱就别装啊 明明就是个穷光蛋 骗子 够了 楚天兄他骗你 你是他不对 他只是想逃你欢心 为了让你高兴 他已经尽力了 尽力 你是在尽力骗我吧 天师 你知道他每天工资有多少 这 关我什么事 我告诉你 两百五 他自己不就是个二百五吗 啊 装大款 装土豪 还有 他每天留多少钱给自己吃饭 你知道吗 我还告诉你 二十 只有二十 其他的钱都花在你身上 他每天陪你逛街吃饭看电影买包 有时候买单的钱都是为朋友借的 这个男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还想不怎么样 嗯 嗯 准备说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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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问你 我逼你了吗 是我逼你让你给我买包的吗 没有吧 是他自己装大款装大尾巴了啊 哎 你那没那实力你就别装好吗 我脸皮包我经不起折腾 丢人 真的太丢人了 你听我解释 李丹妮问你个问题 这些包是用来背的 又不是你的脸 丢什么人啊 我特想问你一句啊 哎你男的女的 这包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你不知道吗 你每天背一假包出门 那你不觉得丢人呢 我不觉得丢人啊 我不觉得丢人啊 因为我知道 只要用心买的东西 就算假的 也比真的强一百倍 你之所以觉得丢人 是因为你太虚容 虚容怎么了 谁没点虚容心啊 姐姐您要是觉得你不虚容的话 把这包带走 每天背一包上街 多好一事啊 我觉得你这些蜀意特别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这些包我收了 谢谢你啊 好 还这样 你顺便把这臭男艺兵带走吧 嗯 好 这些包 和这个男人 我都要 好 恭喜二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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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林总 李丹妮那边 我会去解释的 毕竟是我惹的麻烦 我会想麻烦迷不通 楚天说你挺好 如果从今天开始 你再回去找李丹妮 我和你之间 就一辈子不要再见面 楚天说 你总是跟我说 你是为了工作 为了塑造人物 表演是弘扬真善美 我请你自己仔细想想 半夜假土豪 这是正解的工作吗 你要塑造了什么人物 用金钱欺骗爱情 这弘扬了哪门子的真善美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个演员 既然是演员 哪怕是跑龙套 嘴逼你 路人甲 甚至是演个尸体 都是正经的 在干自己的工作 可是你楚天说的问题 就在于 抱着四年本科不放 死死抱着自己 是个专业员不放 不肯趴趴实实地 从底层干起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不但让自己 很没有尊严 也让表演很没有尊严 上车 上车 哪怕是没有尊严 一遗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 把东西留下 把包放回车里 这些包算我买下来了 从明天开始 我一个一个挨着背 你呗 不行吗 还是你不舍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 你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 我为什么要不舒服 只要走心的东西 怎么都舒服 我也不舒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总 楚天书 你马上过来录节目 到我们现场 时间仅人无重 抓紧时间 喂? 喂 听见我说话了吗? 楚天书 孙总 我不想参加这个节目 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你凭什么不参加节目? 真的 我已经决定不参加了 楚天书我跟你说 当初要假扮土豪参加我们结婚的人是你 现在你突然跟我说你不参加了 你当我们在意希望是什么? 不 我实在是因为 如果你造成我们节目无法正常播出的话 我会追究你法律责任 告诉我 到底问什么 好 因为李丹妮已经发现我送她的都是假货 所以自然她也会发现我这个人是个A货 总而言之 我也不想再扮演什么假土货 孙总 我辜负了你和顾总对我的期望 对不起 喂? 喂? 喂?